今天我们要去新社慕心泉休闲农场 这个是位于新社区中心街60号 由于这时候是新社的花坛节 因此我们建议走台三线转台八线 由谷关这头进来 比较不会塞车 它有广大的停车场 必须事先预约 一年四季不同的花卫 门票300块钱 这是来到慕心泉休闲农场 这个就是他说的白雪木 这个应该是茶花吧 很香哦 真的是很香哦 这个帮我照一张照片 这个据说是粉菇花 这是2022年12月11号接近圣诞节 因此园区内有许多圣诞节的布置 园区内有一座餐厅 餐厅外种植了各式各样的树木花草 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花展开 这是绣球花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钟 因此决定先来餐厅用餐 在快速用完餐之后 我们就开始逛起农场 这个农场位于山栏上 大约在海拔600到900公尺 因此在夏天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清凉 目前是白雪木和黄金风的时期 应该这一条就是樱花步道 现在全部都是光秃秃的树枝 不过这个圆主也很用心 绑了很多猩猩 那这个步道比较有看头 它还是有牌子 说这里随便拍拍就好 因为这个是残障坡道 在台湾的圣诞节不下雪 但是这个白雪木的形状就像雪花般 冬天满开的白雪木就像鸡旋一样的树木 超级梦幻 随拍随美 飘着仙气 随着木阶 石阶而上 有一点船 听到幸福的钟声 鸡旋一样的鸡旋一样的鸡旋 阶梯走完了 但是路还有一大段要走 远方更出现了一大片的白雪木 真的宛如鸡血堆在树木上 但是我们不同的是 这个雪花既不会堆积在树梢 也不会掉落到地面上 我们仍然拥有绿油油的草地 青葱的大树 湛蓝的天空 以及明媚的阳光 在这午后 徜徉在这样的步道 毫不惬意 可以玩水 男生都很不爱拍照 这个爱的景点 应该也是偶像剧 取材的热门地点之一吧 想拍照的民众大排长龙 眺望对面的山蓝 山谷 阳光 清风 如诗如画 这个应该是最有名的爱的景点 这个应该是最有名的爱的景点 转过来上面好像还有更漂亮的 它写还是味道 这里好像到处都有这个绣球花 听说这里头站地有八公顷 所以很多小朋友走不动了 就要把八抱 哇 公公也来了 太多休息站地能够 哦 就拍一下 好 就拍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宣传原神状 不过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光 路边又是一大堆的 白石 霧 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有同伴的 叫它背 走不动的 叫它背 诶 这个是什么 你看 绿绿的这个 不知道 好吧 就这样 不知道 它说走不动的话 叫同伴背 那是你要背我 还是我背 好 这个圆主还真幽默 哇 这边很多 继续往上走 上坡 平常就要锻炼体力 出来玩 一定要有体力 不到 又是阶梯 继续往上走 通往幸福之门 天堂之门 好美 哎呦呦 是 梦幻结婚 就来一门 是 经过这个幸福的门 就通往幸福之路 所以这是梦幻幸福之门 好 我们现在再通过 这个黄金木好像有些已经叼了 叼了 那 这个黄金木 可能被 晒枯了 那黄金木 就会不会变成红叶 应该是吧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哇 这样很好看 蓝天 白木 黄叶 黄叶 黄金风 与红叶 不同的在于 黄金风 当它的 枫叶 变成黄色的时候 并不会马上落叶 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 而红色的枫叶 在叶片变红的时候 即刻就会落满满地的红叶 这也未免景色太漂亮了吧 根本不用大老远的跑到日本去赏风啊 在我家开车短短一小时 就可以看到如此的美景 这两边都是黄金风 黄金风隧道 往上走 这边有黄金风 这边有白雪 然后还有配空间 假日游客非常的多 想要清场拍个美美的照片 几乎是不大可能 有一些好位置 我们还必须排队 慢慢的等候 沿途看到好几个女生 自己带着脚架 架一只不够 还架了两只 使用两机作业 拍自己喜欢的照片 瞧 这一位女生带着摄影师 转转地摆动她的红裙 长裙飘逸 配着绿色的树木 形成一幅很美丽的画面 大树 大树 OK 这儿应该是所有 这个最高点了吧 继续往上走 哇 这一棵是张树 没东西 没东西了 还是下来吧 好危险哦 我没有带拐杖 我没有带拐杖 哎呦 天呐 又 没有穿布鞋 不过 视野辽阔 嗯 蓝天很漂亮 对啊 斜坡 摘了 看这棵树枪很漂亮 对啊 然后后面的蓝天 然后斜坡 然后树枪 对啊 这里很漂亮 这里大概很少人来 跑这么远 你看 这么远的 真的哦 很远的 一个小人在这里了 大人啦 不是小人 小小的人在这里 感谢农场主人的栽种 短时间欣赏到如此美景 度过愉快的午后